還是一當有些危機呢 2.5倍開飛 國原關節是2.4倍 最後階段熱了一點點 即是落到2.1倍 其他的對手方面 好腳頭有點過關飛 7.2倍 國原關節是落過6.7倍 不如之後回回了 上回到9.3倍 明星寶寶 剛剛上次爆完冷門的馬 今次也不會太冷了 由開飛的10倍 到最後階段是8.4倍 金像神話也挺準的 但這場也回飛 開飛7.1倍 最後階段回到上去10倍 最後有什麼馬起飛 可以看到北飛碟影落對16倍 線路財星落對10倍 大影場4班14米 這場是3T刺瓜 出賣14匹 好了 這部的時候都出得很齊 北飛碟影出得最快 和金像神話 埋難那邊是牽原勇將 明星寶都在前面 中間紅衣會心微笑 珍珠王起步都不錯 第六島拍著路飛 旁邊6.3那一匹好腳頭 後一層馬是金力星 多彩 然後外面是線路財星 尾三是嘉南美白路高飛 在美暫時超有利 跑了400米左右 前面帶頭 那時候牽原勇將 拍著金像神話一起帶頭 首次第三位 貼著欄是明星寶寶 拍著他的北飛碟影 過幾馬位之後 還有二碟那一匹 就是滑心微笑 珍珠王貼著欄第六 這位挺好的 再兩個馬位之後就是路飛 然後還有好腳頭 多彩 跟著馬師見到 內蕩似乎上來超有利 拍著他還有線路財星 還有嘉南跟上來 尾二尾三之間的位置 在他外面還有匹金力星 包緊比暫時還是白路高飛 距離前面說的都是七八的 馬威都會 進來最後直路的時候 帶頭仍然都是牽原勇將 和金像神話這一隊 北飛碟影都開始騎上來 明星寶寶混在內蘭 在後面還可以找到 珍珠王這裏又沒有位置出的 一直被匯心微笑封住他 後面上了馬座好腳頭 他還有300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率先出頭是金像神話 這時候匯心微笑這匹冷門馬 已經被拔打了上來了 大外套現在殺金Sir 兩隻多彩中間 珍珠王沒有位置的 前面匯心微笑這裏透出了 多彩在這裏追上來 追不追得到他了 過終點的時候 結果匯心微笑爆大冷贏馬 第二名多彩 第三名還是金像神話 第四名好腳頭 珍珠王就混了 這隻匯心微笑爆冷 都沒有特別的腳影給你看到 他一向都是 有些賠儡就表現好些 今季在沙田贏就短逃 你都說得通 因為那場都有夾得到他的 但是這場戰士 就未必那麼容易夾得到 有問到的 方家炮就說 馬上一次就上次跑法後谷 大部分途徑之下都沒有遮擋 跑落敗 不過他都說 除了上次是落敗之外 之前的賽事表現都令人失望 但是他說近期 他是安排這匹馬跑法後谷多 他認為跑馬底馬場 適合這匹馬發揮 但是由於他近期都表現失望 他選擇今次重返沙田國族 因為乾快的場地對他有利 再補充他就說 這匹馬不是一匹中心準成的馬 在競賽生涯裡 都是有飄忽的演出 那我就同意 因為他贏過一支 贏過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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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轉去跑馬地 有次潘頓也是成為一個熱門 那次就跑得不好 聽連馬斯說 其實都看不透他 我們經常說 發揮谷的場地鬆軟一些 跑下去又不行 回來試乾快的場地 我想都是嘗試一下 那個會不會 都不是太關於地視 尼馬可能 你很黑要的搶威 他緊張了 他就沒有那麼喜歡 都有一個理由 你軟鬆鬆 讓他亂走都行 即是人馬要放鬆 其他人又放鬆些 我看過幾次都有可能是這樣 其實這次也是挺放鬆的 是啊 自由發揮 分斷時間 頭段13秒66 第二是22秒95 第三段24秒38 末段22秒54 總時間